另外的話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我發現這邊其實有一個功能還蠻不錯的 這個叫做分享交談 什麼叫分享交談 就是說如果我想要把我目前 我這一個整個所有的對話 還有得到的答案 通通都分享給你們 如果你想看到 老師你可不可以直接 你就不用在那邊貼來貼去的 那我剛剛就直接按一下 當然將來你們也可以這樣 如果你想要分享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網上的箭頭 然後把它按一下 怎麼呢 好像它本來是沒有連結 我是把它新增連結 那它這邊就有一個連結之後 把它複製之後 就貼到那個哪個地方 我把它貼到我這個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151截取掛物之串 底下這邊 這邊就有個連結 那你們如果要看到我連結 一模一樣的 你直接點開來 就會有我跟ChargePTE的所有對話 有沒有 這個地方就會顯示出來 當然這個地方應該也可以複製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複製 我跟ChargePTE的對話和答案的話 其實不妨可以試試看 我發現這個功能其實也不錯 我記得好像之前不知道是沒有 還是我沒注意到 那我會特別用這個 也是因為我 期末報告 我是請同學做AI相關的 結果同學就會提供給我這個 這個不錯 我就順便學一下 然後我跟他們說 就是你就用方法 反正你就用各種平台 順便把答案找出來 OK 因為說真的一個學期要學這麼多 我不可能 哪怕我給你十個學期 我也不可能教你那麼多東西 那不如的話 我就教你用AI 所以 這有點像什麼 不是給你魚吃 是直接教你怎麼捕魚就好 你自己就知道怎麼捕魚了 那以後 我覺得甚至你可以超過 我能夠知道的 這個範圍 OK 那所以剛剛的話 我們是把VBA這個 function 把它做出來 底下其實就產生這一段 那當然未來 你說老師 那將來如果我想要換個名稱的話 可不可以改 其實 將來要改的話 其實是可以把這個改一下 你說老師這個名稱 我實在看的有點不順眼 我想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中文的 有沒有可能 當然可以啦 可是改的方法 記得喔 除了改這裡之外 下面這邊有兩個 也要一起改 這個 還有這一個 還有這一個 總共有三個地方 一定要修改 如果沒有修改的話 那會發生錯誤 所以假設說 我想要改一個中文名稱好了 比如說 叫 瓜胡 瓜胡字串 瓜胡字串 函數好了 OK 像這樣子 OK 比如說我不喜歡看到那個英文名稱 我想要把它改成中文名稱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Function跟瓜胡前面這個範圍 的名稱把它改過之後 並且複製這個名稱之後 記得喔 把它貼上剛剛這個位置 切上就可以了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你要更改名稱的話 原則上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方式 試一下喔 把它改一下 所以剛剛的這個名稱 我重新再來過 因為我已經把它改成中文了 所以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一樣在使用者定義這邊會出現 那剛剛出現的話 它是一個英文名稱 那因為我把它改成中文名稱 有沒有發現 瓜胡字串函數就出現了 這個感覺就親切很多了 然後這時候的話 按確定 不過因為我們按 剛剛按太慢好像會跳不出來 要重來 這個的話就選它 按確定 向下填滿看看 OK 沒有問題 所以喔 以後 假設ChartDB給你的那個 方選名稱 你是可以修改的 沒有問題 那改的方式的話 記得喔 就是改那個什麼 方選後面這個名稱 那理論上底下 可能只要是一模一樣的名稱 你通通把它把它改 也許啦 一般是只有一個 因為這邊好像有判斷 有兩個 所以必須要改兩個 大概是這樣 方選 可以改 其他像這個Sale也可以改 這個Sale如果要改 你說老師那個儲存 我要把它改成 哪個儲存 把它改成中文名稱也可以 只是這個地方改的話 可能下面這個地方 也要跟著改 這個一樣嘛 這邊也有一個嘛 有沒有 底下還有沒有 好像這個跟這個要改 如果假設你上面改 下面沒改的話 也會發生錯誤啦 OK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方選部分 不過就我同學說 老師那上個禮拜 不是還有那個SUB 什麼叫SUB 就是不是插入函數 而是直接怎麼樣 直接執行它 甚至可以在旁邊加按鈕 有沒有 按下去 所以喔 如果我希望 在這邊幫我增加兩個按鈕 有沒有 有沒有 如果我們的問題是 請你在這邊增加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也許叫什麼 叫刮鬍自竄 OK 叫刮鬍自竄 一個叫清除 嗯 那這怎麼辦 當然啦 你想的方式 不外乎第一個自己寫 可是喔 自己寫 這有點難耶 有沒有 可是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喔 可以仰賴那個什麼 這個時候的話 我們就想到 所以跟他講一下 那你要給他的問題喔 看一下 我這邊其實 剛剛是請幫我改為VBA的Function 其實很簡單 把Function有沒有 改成什麼呢 改成SUB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看一下 底下應該理論上 我這邊是已經有改過 對 請幫我改為VBA的 有沒有 剛剛是SUB 剛剛是Function把它改成SUB OK 好 這樣都沒改 OK 那執行把它送出之後的話 看一下底下的答案 底下其實就是這一支 其實我們很簡單 複製程式嘛 複製起來對不對 接下來的話呢 就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VBA 這邊 Function的下面就可以了 直接把它貼上 這樣OK 貼完之後的話 反正呢 至少你要看懂的地方 就是SUB到 EndSUB 頭跟尾 你要確定一下 然後呢 它的名稱是這個 也是很長一串 當然你也可以改 這個SUB改名稱比較簡單 只要改這個地方 直接改就可以了 不用像Function 上面改下面也要改 那我們來Run一下 看看好不好 那我先把舊的先刪掉看看 其實說真的 我們也什麼事都沒做 它會不會這麼厲害 直接幫我寫完了 OK 不過有個缺點 有個問題 哪個問題 上面不見了 上面名稱為什麼不見 我看一下 所以喔 這個有時候難免會有一些Bug 那這個Bug的產生 其實你如果猜的話 應該是可以猜得出來 看一下 有沒有 對你看喔 它A1到A10 那程式 記得喔 綠色字是所謂的註解 註解是不會被執行 是給你看的喔 會被執行的是這個喔 所以喔 其實如果你要改的話 很簡單 只要把這個A1有沒有 冒號是到的意思 這個範圍A1到A10 只要怎麼樣 所以其實改應該 我在猜應該只要改什麼 改這個A2就可以了 OK 這原來這兩個是什麼 隨便喔 反正只要有刺就好了 我等一下再看好了 好 假設資料好了 OK喔 好 那剛剛有Bug對不對 我們改一個來看 所以喔 以後如果你假設 自己有這個能力的話 debug一下 A2啦 OK A2到A10 其他應該不用改 看一下喔 所以這個先一樣把它刪掉 然後直接把它再弄一下 OK耶 有沒有 所以它的範圍有沒有 實際上變動一下就OK了 最後呢 所以喔 再來就是這個改一下名稱 這個名稱我乾脆叫做什麼 刮鬍自串 差兩個字 刮鬍自串 再一個清 所以喔 這個sub有了對不對 那就表示說呢 你可以再藉由插入行 插入這個表單控制箱的按鈕 點一下 再按住不要放 往右下角拖拉 這個大概這麼大的按鈕 就可以指到這個刮鬍自串 有沒有 按鈕按下去 它就執行剛剛那個sub 那上面的名稱呢 叫做刮鬍自串 所以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直接按確定就可以了 再把剛剛複製的名稱 貼到這個按鈕1 貼上 這樣就OK了 這樣有沒有完美了 看一下喔 刮鬍的掉喔 輸出看看 可以喔 但問題喔 現在很麻煩 就是自己要手動這樣刪掉 你想說老師 可不可以再寫個清楚啊 可以啦 只是清楚你要不要 然後 再請charge gp寫是可以啦 但我覺得 我覺得清楚還蠻簡單的 我是建議你自己寫會比較快 因為清楚我寫一次給各位看喔 清楚的話就是寫個sub 空一格 打個清楚 sub空一格清楚喔 然後後面要不要打什麼小刮 不用 你再Enter就可以了 有沒有發現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後面的東西 那接下來要清除的話 要怎麼清 很簡單 給它範圍 那你可以拿這個程式來複製喔 這個複製過來 這個是A2嘛 到A10 可是我要清的是 B2到B10 所以把這個A改成B 這個指的就range這範圍 把B2到B10裡面的資料 變成的話就等於 等於沒有資料 沒有資料還記得吧 兩個雙引號 寫完了 所以像這種這麼簡單的 說真的 我建議 你應該可以自己寫比較好 沒事這麼簡單 還要叫rangept代勞 我覺得是 有點殺雞用牛刀的感覺 有沒有 不用啦 就這樣自己來一下 OK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OK了 執行一下 清楚 有沒有 所以喔 我是建議這一段自己寫好了 最後的話 因為有一個sub 所以呢 就可以再插入一個按鈕 這底下有沒有 再加一個按鈕 叫做清除 一樣點擊它之後 把這個名稱複製 確定 這邊再把它貼上 它就清除了 OK 好 那最後喔 點一下 有了 清楚 也有了 OK 好 我再把重點喔 再講一下喔 特別注意喔 按鈕 反正以後一定是sub 特別注意喔 絕對不會是function 記得這一點就OK了 如果是function的話 一定是從哪邊 從這邊執行 絕對不會從這邊執行 記得喔 因為我發現這個同學好像最容易搞混了 OK 這個是function 這個是sub 那我們剛剛的sub 基本上喔 就是 透過那個chargeGPT 幫我們產生之後 把它貼過來 那我貼過來之後 好像就只有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 就是把A1有沒有 改成A2 這個地方改一下 這個可能要自己改一下喔 第二個的話呢 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OK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在底下 自己打一個sub 控一個 清楚 Enter 然後這個自己寫一下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難啦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自己寫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